這個魚眼塊就會自動淋上水面 所以我們就輕易可以做到魚來使用 好 不過記得要吃以前 要把它的內臟先行拿掉 或者我們吃下去 照樣會中毒 好 今天就是捕魚工具 三葉魚腿 沒有 要整塊的 整個區塊 就是它一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歷史 睡覺的歷史 好 這個地方是在民國 好 它是在民國77年 當年台灣省治府把這個地方 列為紅樹林的保護區 就從那個時間年開始 我們大宗廟就開始整理整頓 這條水上 歷史隧道 一直到民國85年 我們開始對外開放 一直到現在 這個呢 就是我們整個歷史隧道的歷史 你可以拿高一點嗎 你可以拿高一點嗎 你這樣 要拍這樣嗎 對嗎 哇 綠色隧道 這是大宗廟 你小姐姐 投 投 好迷人喔 這是大宗廟 小姐 你差點數在這邊 哈哈 好 另外呢 我們來分享一下 這個地方 特別推薦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五月份 我們這條隧道的 這個 還啟動 最開板的黃色花 六月份 我們藍裡會開著白色的花 所以 各位如果在那時間點 來到我們綠色隧道 可以聞到非常容易的花香 水面上面鋪了一層白色的花瓣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而且呢 你對整條隧道的 這個市的底下 會鋪掉一層一層的豬紙碗 你不要浪費錢啊 把他錢省下來 這個情況還是在其他地方裡 所欣賞不到的 怎麼按正貨 所以 今天各位 如果在那個時間點 有時間 不妨走往一趟 綠色 有時間